我都盡量提醒我自己 总是带我的名牌来 那我想呢 或者是以后 有机会我再下一次来 我一定会把我的名牌带来 告诉我 我的名字是非常难写的 那很高兴能够来到各位当中 大部分弟兄姊妹 称我为刘老师 因为他们真的是对我很 很客气 觉得说我在主日学里面做老师 所以就被称为老师 这个是好像很自然的事情 那所以呢 我今天能够来到各位当中 是希望能够带进来一个 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题目 也是对各位一生的 我相信 我要讲的是 我希望能够让你自己 有一个机会 回想一下神对你的计划 对你生命中间所摆上的 各样的恩典能力 心智等等 那是有目的的 那所以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 不是这一个题目 但是等一下我给你讲的 什么题目 我们国语堂呢 已经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 已经好几年了 在继续进行这个叫做 门徒训练的这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确实有相当多的调整 那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 是跟门徒训练是有关系的一个题目 那这个题目呢 其实我们在之前已经相当久的时间 已经在进行 但是今天我希望能够跟大家稍微提一下的 就是在这一个门徒训练的这个题目当中呢 有这么一个目标的 真目标用四个英文字母来简化 SGSM这样一个目标 那这个目标呢 S 第一个S就是分享 在门徒的成长过程中间 我们有很多需要 也必须要分享的 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语的领受 对我们生活上的经验 我们自己的见证 我们的困难 我们需要带导的地方 这都是可以值得我们分享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G就是代表成长 growing 那这个成长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 在成为耶稣的门徒的时候 在生命的成长 在我们心智的成长 在我们对神话语上面的成长等等 都在这些上面 另外呢 第三个字S 就是代表Service 服侍 在神的家中的服侍 是一个可以说人人都应该有 来到神的家 我相信在各位的家中 一定也有服侍的 你不会说所有的事情 甚至于孩子 当他刚刚可以开始 做一点事情的时候 你会训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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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妈妈把那个盘子 拿过来给我 这就已经是一个服侍的开始 让他可以开始学习 可以参与 因为参与了 他对家的感受不一样 所以服侍 有一个乐意服侍 心 因谦卑的服侍的心 以至于我们在神里面 可以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 另外呢 最后一个M这个字 就是被真的意思 使我们的基督的身体 经过了我们的门徒的成长以后 有一个被真的果效 让我们信主的人越来越多 让我们自己的团队越来越茁壮 让我们的团契 或者我们的小组的成员越来越多 这是一个被真的一个果效 所以这是门徒成长的一个目标 我今天不是在这边讲门徒的做门徒 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稍微说一下 就是门徒的成长的目标中间 有一个就是服侍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 有关于服侍 跟神给你的恩赐 跟神给你的心智这方面 看在哪一些方面 你可以回顾一下 帮助 我们用测验帮助你 能够知道你在神面前领受的 恩赐跟心智是什么 又可以在什么地方可以服侍出来 所以这一个题目呢 我们会分两次来谈 今天是第一次 下一个礼拜 不是下礼拜 下一个月 我们会有第二次 那所以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所以这个是 这个实在是我今天的题目 恩赐与事工 提到人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 那到底我有什么恩赐 我应该怎么样去衡量 帮助我自己认识我的恩赐 帮助我知道神在我心目中间的托付给我的对象是谁 我怎么样去服侍他们 这一些 那这个课程呢 就是基本上是发觉恩赐 跟发现我的服侍的事工的内容 透过恩赐调查 然后发现门徒跟事工的关系 帮助弟兄姊妹 找到个人的属灵的恩赐 服侍的热忱 你事工的刚位是什么 并且最好能够有一个搭配的团队 不只是我个人事工 我有一个一群的同工一起来事工 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进行的方式 我们也会有课程 就是我的讲解 另外我们会有一些测验 其实测验不是一个考试 而是做一个这种自我的问卷 然后做一些分析 然后之后呢 我们会有一个协谈 我们希望在下一次我们进行这个内容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小组的讨论 然后包括小组中间有一些的小组长 或者是辅导帮助我们去认识我们自己的恩赐 做一个界定 做一个肯定 以后呢 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我们可能侍奉的方向 那所以我们总共时间约三个小时 就是说我们第一次大概一个半钟头 第二次也是差不多一个半钟头左右 那其实这个时间上面是可长可短的 唯一的这个调整的地方 就是各位做这个问卷的时间 然后恩赐调查使用的这个材料呢 是叫做特质 天生我才为主用 就是就像这样的一个材料 那其实呢 这个材料 还有这一本 这本稍微厚一点 对吧 这本是薄一点的 它是配合着小组跟一个DVD来使用的 那么这个是它的主要的内容 其实这两本书都是同一位写的 就是黎爱里牧师 那这一位牧者呢 等一下我再回头 这位牧者他是以前是在马鞍峰教会 就是华里科牧师所带领的教会这边来开发这样的一个课程 然后开发了以后 有他们自己的测验的这个蓝本 然后就成为很多教会的使用的一个方式 那我自己对恩赐的这些书呢 其实很多很多 那我自己觉得说 这一本呢 是可以说很精简 又很完整的 把我们可以很容易调整的 这心智 那个能力 跟我们的恩赐 跟我们的经验等等 都有一个完整的介绍 所以我喜欢用这一本的原因是这样的原因 那我就稍微介绍一下 所谓的恩赐 能不能大家跟我们一起念好不好 我们一起念这几节 哥林多前书的这些地方 来一起来 弟兄们 论到守灵的恩赐 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恩赐原有分别 圣灵却是一位 实事也有分别 主却是一位 不用也有分别 神却是一位 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 圣灵却在恶人身上 是叫人得的义处 在这里他特别先开始就说 论到守灵的恩赐 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愿意你们都明白 对吗 然后呢 他里面说到很多的不同的分别 可是却有一 多可是一 这跟我和各位团契的 这个题目不是很相近吗 在各样的事上能够合一 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 何而为一的心 那虽然有恩赐不同 虽然执事不同 虽然公用有不同 可是都在 一位主 一位神 一位基督的掌管之下 一起发挥成为一个 一个公用一致 方向一致的一个团队 那所以呢 圣灵显在各人身上 是让人得益处 其实这个恩赐 是给你是要 不只让你得益处 要别人得益处 好 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的经文 继续 这人蒙圣灵赐他自贵的原因 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原因 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 还有一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 以一面恩赐 又叫一人能行心意能 又叫家人能先出 又叫一人能辨别助理 又叫一人能说方言 又叫一人能翻方言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 随即应恩给个人的 那这边我要稍微提一两个重点 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一些这么多不同的种类的恩赐都是圣灵所赐的 是圣灵所赐的 也就是不是我们自己有的 是神给我们的 那个赐的里面的一个意思就是礼物 再来呢 这些所有的这一些是圣灵所赐所运行 按着他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的 而且每一个人可能得到的不同的种类的 我相信这种得礼物的这种的经验 我想大家都有 尤其在圣诞节的早上 我相信你一定会给孩子们准备不同的礼物 如果你有超过一位以上的子女的话 你可能的那个礼物包装的都不太一样 至少你用不同的包装纸来包装 大小不一样 颜色不一样 种类不一样 你可能针对的是那个孩子 他心目中所想的给他 那圣灵也是这样 他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把他的礼物包装好了给我们 可是我觉得我们在信主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其实往往并不明白 圣灵给我们那个包装好的礼物 我们从来没有拆开过 我们也从来没有想过那里面是什么东西 我们也没有去说那这里面的礼物 圣灵给我的用意是什么 我们基本上都不太认得 所以今天我希望能够做到的就是帮助大家去认识 圣灵所给我的礼物 帮助我知道说我应该在什么地方被圣灵所用出来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一段经文一起来 他所赐的 他所赐的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说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为了要成全圣灵各尽其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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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其他的圣徒 让他们成长 让他们成为各尽其职 然后一起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搭配 基督的身体就是教育 就是我们所属的这个团队 好的 好的我继续看这一段 这一节 一起来念好不好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是基属书士 作者百败恩赐老管家 就这一节 我们就看这一节 我们就稍微分析一下这一节 我就问这个几个问题 第一个人 谁是个人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对吧 好再来继续 所得的恩赐 从谁得的 从圣灵来的 对不对 得到了什么恩赐 百般的恩赐 对不对 很多很多种的 是吧 那我们每一个人得到恩赐 可能不一样 可是呢 我们在一个整体里面 所得的是很多很多的 而且呢 彼此服侍 怎么样彼此服侍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要谈的问题 然后呢 好管家管什么 管神给我的恩赐 管神给我的恩赐 对吗 也管我们使用这个恩赐 出来的那个果效 帮助别人能够成长 能够得安慰 能够得帮助 那怎么样才算是好管家呢 这也是我要谈的问题 那我刚刚说 圣灵给你的礼物 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打开过 我们有的时候打开过了 我们却把它放在一旁 并没有真正好好来操练 使用 运用出来 与至于我们没有打开过的人 不算是好管家 我们也没有好好操练 也没有好好使用 我们也不算是好管家 所以这一些都跟我们要讲的 这个题目有关系 那所以呢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题目之下呢 我希望跟他用这些的来互相勉励 其实我被神所创造 当初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 给他们一个工作的 叫他们做什么 管理神所造的这个圆子 里面的各样的事情 让他来管理是吗 所以神创造人 人有 神赋予人有 有特别的能力 有特别的恩典 有特别的使命的 所以我被创造是要来服侍 再来 我被神所救赎也是要来服侍 神给我一个新的生命 让我在永恒里面 我所做的有果效 让我在永恒里面 我可以侍奉神 那 再来 我被神所呼召也是要来服侍 对吧 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神给了我们有一个叫做 大使命的这样的事情 那如果我们不是为了要服侍 所以为什么要呼召我们 特别把那个使命给我们 再来 我被神所给的恩赐 也是要服侍的 我们刚刚不讲到神给我们百般的恩赐 要我们做好管家 并且要我们成全圣徒 建立基督的身体 是吗 都有目的 再来 我被神所授权是要服侍 神已经给你的权力 要来服侍他 这个服侍他的内容包括服侍神 服侍神所爱的人 那 再来 我被神所命令 要来服侍神 这些都是跟我有关系 那怎么叫做服侍 我可以很简单的 用一个简单的这个图画 来说明一下 其实每一个人所得到恩赐 心智 所关心的事情 所关心的人 其实不一定一样 那我就举这样一个例子 我相信这个可能在你们中间 可能会发生的机会稍微多一点 这一位 这个孩子呢 把一杯水放在桌上 不小心把水打翻了 打到地上 那么可能就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对应的这个方式 那有人说 我早就知道 他就是不小心 那这可能有说预言的恩赐 那么另外呢 可能有一位 他是服务人的 他说 没关系 先别靠近 让我来清理 他可能就是应付赶快 一个紧急的状况 另外呢 他有教导恩赐的话 就是说 以后要小心 水不要放在桌子旁边 会打下来 以后放进去一点 叫教导 好 再来劝话 那这个孩子如果是被妈妈骂了 就说不要骂他 劝父母 说我们以后要好好的 就是来关心他照顾这个孩子 教导 你会看 施舍就是说 这个水打翻了 他呢 赶快去再倒一杯来 给孩子 再来治理呢 他可能去赶快拿布 来清地上 来把它抹干净 那么怜悯 他很有同情心 他说 哎呀 这件事情啊 我以前也做 我也是不小心的了 以后只要小心点 就做好 所以这些不同的反应 就是一件事情 你不同的反应 你可能 你可能 就可以看出来说 其实不同的人 所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 处理事情的角度不一样 看到的人或者是事的重点不一样 那其实这只是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式 告诉我们说 其中每个人不太一样 我不知道多少的人在这边看的时候 可以说 那个就是我 1234567中间哪一个是我 但是呢 你可能 我们在底下的这些 说我们要做的这个自我的评估 自我测验的时候 就让我们晓得说 我们大概属于哪一个类型 好吗 那其实属灵恩赐的这个重要性就是说 还有四个方面 一个是对神的 属灵的恩赐 最终的目的是要来荣耀神 神给我们这些礼物 我们所摆上的是要荣耀他 对自己呢 是有一个正确的岗位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神把这个礼物给你是有目的的 甚至于我可以这样说 如果神把这个礼物给了你 恩赐给了你 可是你从来没有用出来 其实是对你自己不公平 因为这么好的一个东西 你从来没用过 你从来没用过 或者我可以这样说 神给你一个账户 给你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金额在里头 你从来没有开张支票去对这个账户 太可惜了吧 再来呢 对教会是有一个强化 扩展的功能 假如人人在教会里面都等着别人来服侍他 从来不服侍 这个教会会成长的 不可能 那然后呢 对一个肢体 对肢体就是说 你的恩赐不是为你 为神也为其他的人 那如果你把你恩赐保留下来 从来不使用 你对你的肢体是亏欠的 你的肢体是受伤害 没有人去帮助 没有人去安慰 他可能对很多事情并不了解 没有人去教导 他可能有需要是没有人去服侍他 这其实对肢体是不公平的 所以如果你把属灵恩赐用出来的话 你这四方面都尽到你 对神也荣耀他 对你自己 你尽到你自己的本分 对教会对知己也都付出 那所以呢 我今天用的这个材料呢 就是这个材料 特质是天生我才为主用 但这个材料里头 我很喜欢这个材料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他把这五个方面 都分别的让我去认识 去接触 然后呢 去用一些测验的方式 帮助我去了解 我在这五个方面 有些什么特质 每一个人 他用这样的分析说 有这些不同的特质 属灵的恩赐 就是S 心智 H H 能力 A 性格 P 经验 Experience 在这五个方面呢 可能每一个人 并不一样 这些不一样的组合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可是不一样的组合 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整体 这个丰富的整体 以至于搭配起来发生的那个果效 是很不一样的 你有听过我们 有人这样说 我们国语的亲信会 人才济济 卧骨藏龙 但是 到底有多少的人才 有多少的恩赐 我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次 一个机会 跟你们团系 做了解说 做了测验以后 让我们比较清楚 让我们知道说 你的恩赐在哪里 你的心智在哪里 你有什么样的能力 你是什么样的性格 你有什么样的经验 因为这些整体 其实 我希望 真的要告诉你的 就是说 这个整体是神给你的 神给你的 跟给别人是不一样的 那 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认真的去思想 神给你的是什么 以至于 神要带你你走的是什么 我们往往有一些人 他在一生的道路当中 他 可能到头来 他会说 好像我白走了一招 白走了一招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 他好像觉得说 我的志向没有完成 我想做的事情 我没有做到 我很多的遗憾 很多的 好像觉得 两手空空的要走 其实 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把这些事情 能够稍微厘清楚 以至于我们知道 神给我们目前的 我所看到的 其实 神给我们的 目前所看到的 包括我们恩赐 心智等等 也给我们一个 好像 要带领我们一生走的方向 如果我们知道 我们一生走的方向 走对了在神的路上的时候 你知道神会祝福你 因为你走在祂的路上 你按照祂的旨意来走 你按照神的计划来进行 你也按照神的永恒的计划里面来完成 你那时候 你不会说我这一生白走 我不会空走一遭 那 所以呢 这几个题目 我们就会 在今天跟下一次 我们会把这几个不同的主题 Shape S-H-A-P-E 每一个五个主题中间 每一个题目 我们会谈一下 所以属灵的恩赐 谈到神特别给你属灵的才能和服侍的名义 心智是有些事情 特别触动你的心 特别让你有负担 有感受 或者有人说 用passion 这个字 我对某些事情 我特别有负担 我对某一些人 我特别有感受 那然后呢 能力 你一定有一些 从与生俱来的能力 或者是你已经学习到的能力 那然后呢 你的不同的个性 还有你不同的经验 事实上你的经验 常常是很独特的 刚刚施明讲了 他自己生病 住院 又重新在那里得到神安慰的经验 每一个人经验可能不一样 每一个人在那个经过的时候 他的感受可能不一样 那这一些 其实是组成一个 一个独特的你 这一个独特的你 我相信每一个人 其实常常会听到的说 每一朵雪花都是独特的 每一个指纹都是独特的 确实是不一样的 神为什么要造这么多独特的个体 可是却又在这样一个个体当中 呼造这么多的个体 成为一个合一的整体 这都是他的美意 所以我在今天有这样的机会 去让大家去分析一下 我们就看一下 在圣经中间这几 有一些特别的人物 我们看这个特别的人物 神怎么样带领他的一生 我们看这个摩西 摩西的属灵恩赐 他是一位属灵的颖秀 他带领这么多的以色列的百姓 在神的山上领受了神给他的律法 他对神的律法宣讲 对真理做出解释 所以他有相当多的属灵的领袖的恩赐 他的心智呢 他为他自己的同胞打抱无凭 很希望能够解救他的同胞 对他的同胞的受苦受难 他非常的不忍心 这是他的心智 才能呢 他有很大的才能 其实摩西的才能 圣经上有说到 他是在埃及的王宫里面 学了一切埃及人的智慧跟能力 他见过很大的场面 他在王宫里头 在旷野之中 在人多人少 在君王 在老百姓面前 他都能够站立得住 他们能够处事 他的性格 他要非常大的耐性 领这么上百万的以色列的百姓 要离开那个地方 他有多大的忍耐的个性 不及躁 忠实 他的经验 他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吧 出入王宫 又在旷野 所以这样的一位 是神所使用的 另外呢 我们再 对不起 我再稍微 其实圣经里面讲到 很多很多的属灵的人物 其实神都 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 神有没有给他属灵的恩赐 神有没有给他心智 神有没有给他能力 各方面 其实每一位圣经里面的属灵的人物 都有这些的特质 其实我应该说每一个人都有 每一个人都有 每一个都是独特的 那因为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就稍微看一下 有关于属灵的恩赐的十个 一个fact 十个事实 只有信徒才有属灵恩赐 因为这是圣灵所赐的礼物 如果我不属于圣灵 圣灵不把这个礼物赐给我 再来每一位信徒至少有一个恩赐 至少有一个 往往一位信徒可能有两三个以上的恩赐 再来没有人有所有的恩赐 没有一种恩赐是所有人都有 都不一样 再来呢 你没有办法赚得某些恩赐 你不是用金钱买 你不是用学的 你不是这颗不是 这是一个礼物 再来呢 圣灵决定我得到的什么恩赐 我的恩赐是永久性的 圣灵给了你 是有一个永久的目的 是一个永恒的目的 再来 我应该发展神给我的恩赐 那第九 浪费神所给我的恩赐是什么 我真的这么严重吗 原因是真的这么严重 因为我把这根字放下来 神的目的没有办法通过我来达到 神的计划在我身上的 我违背了他的计划 我没有用我就违背了 难怪我现在才明白说 当初耶稣说那个比喻 给一个仆人五千两 给一个仆人五千两 给一个仆人一千两 那一千两 这个主人回来的时候 是不是责罢了 因为他犯了不只是犯了错 他完全不理会神 他的主人给他的心意 对吗 那再来使用我的恩赐 这次并荣耀神可以实践我自己 会让自己得到满足 因为神给你的 不只是给你一个救恩的满足 也让你在神的事工上 有份的一起跟神同工的那个满足 你会透过事奉 体会到神与你同在 你会透过事工 你会发现说 你的同工跟你在一起 是同一个团体 是同一个肢体 这个这样的 你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享受 你如果没有听过事奉 没有经过使用这个恩赐 你可能从来不晓得 原来神在你服侍他的时候 有他额外的恩典给你 你在与人同工的时候 有那种互相搭配 彼此合一的那种享受 你在之前可能从来没有享受 那所以这一些是 有关于属灵恩赐的事实 好的 在属灵恩赐的分类里面 很多很多种 我们刚刚说有百般的恩赐 到底有多少恩赐 其实实在是统计不出来 有的人统计的是 十几种 二十种 四十种 八十种 三百多种的都有人统计出来 所以这个分类的方式 往往是不同的 不同的组成的分类 所以 这边有七类 比如说有治理类 有关牧养 有关领导 信心等等 敬拜类 包括讲道 包括音乐 等等 我就不再一一念上去 你看不同的种类 培训的 关怀的 外展的 宣教的辅助等等 就用这个方式来分的 其实这个 种类就非常非常多 再来呢 它这是另外一种分类的方法 它分成五个不同的段落 一个是传讲神话语的恩赐 包括讲道 包括传福音 包括宣教 包括使福等等 圣主义祷告 也是宣讲神话语的恩赐 另外是教导神百姓的恩赐 包括教导鼓励 包括给人智慧的言语 帮助人家做分辨 再来呢 表达神爱的恩赐 我想这个 大家一看很明白 服侍人 怜悯人 款待人等等 再来 庆祝神同在的恩赐 包括音乐 包括敬拜 甚至于包括 这边所谓的手艺 就是crats 就是一些装饰 或者是把我们的这个 敬拜的地方布置得很好 包括圣诞节 感恩节 复活节 等等的布置 让人可以经过这些的手艺 可以更认识神 更体会神的同在 那还有其他搭配这四种人赐 包括组织 包括领导 包括这些 所以这个不同的分类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呢 就是按照我们这个统计 按照我们的这个测验里面 我们有这16种的不同的恩赐 16种的不同的恩赐 这个恩赐里面其实不是全部 只是这一些16种恩赐 比较容易去经过测验统计出来 那么在这个统计的里面 那么在这个统计的里面 我们其实有几个恩赐 我们并没有把它放进去 譬如说音乐的恩赐 我没有在那边 包括艺术的恩赐 我也没有在里面 但是呢 我就是说把这些恩赐呢 基本上跟我们团契的生活 跟我们教会的运作 有关系的这些恩赐 我们把它列上来 这一些这个16种的恩赐呢 每一个恩赐都有它的解释 跟它的经文 那我今天我不细地说 原因什么呢 因为我说了可能你记不住 下一次回来 这个对你来说就很重要 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会做了这个测验之后 然后我们会稍微帮你统计一下 你的恩赐大概什么地方 然后你看到 这是我的恩赐的时候 就对那个恩赐特别有不兴趣 想要知道 下一次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提这个 那这有领导治理 教导知识智慧 兼致讲道辨别等等 它每一个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也有特别的解释 我也会希望能够 帮大家去辨明清楚 另外呢后面还有 勉励鼓励 牧养信心传福音 使徒的恩赐 帮助人的 解敏人的失与款待等等 那么这一些不同的恩赐呢 我们就会借着这些测验 帮助大家去判定出来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做 这个恩赐的问卷调查 好不好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我们同工会把这个问卷调查 分给大家 如果你需要笔 它也有笔给你 然后呢 你在做的时候 每一个题目上面 都有一个叙述 这个叙述对你的描述 如果你认为对你的描述很贴切的话 你就用五 如果对你来说 你觉得这个表述跟我好像完全不符合 你就用一 好吗 那么所以一是最不符合的 五是最贴切的 那么你按照你自己的衡量 然后把每一个题目上面给一个数字 好吗 这样可以吗 会知道我的意思吗 会知道我的意思吗 如果你需要这个问卷 举一下手 如果你需要笔也举一下手 我们有纸有笔给你 再一次 你对每一个题目的叙述 对你的描述 你认为是非常贴切的 用五 对不是很贴切的 你可能到二二三 完全不是的 就是一 好吗 这样明白了这个意思吗 不要把属灵恩赐跟神所赐给人的天生的才华 放在一块 等一下我们会提到 神所给你的一些特别的能力 有些能力是你天生俱来 有些能力是你后天培养的 但是属灵恩赐确实跟这些不一样 另外一个 不要把属灵恩赐跟圣灵的果子混在一块 所以圣灵的果子就是说 是人的属灵的成熟度 不要把圣灵的恩赐跟属灵的成熟混在一块 就是说这个人有这样的属灵恩赐 他一定是好像很属灵的成熟 不垫底 因为圣灵的果子表明我在顺服圣灵的成熟度的结果 可是圣灵恩赐是表明我在教会中间 事工的方向和内容 这两个不一样的 不要把这两个混在一块 这个可能是我们跟很多不同的教会 不同对圣灵恩赐的解释的 基本上也不一样 就是说好像某一些的恩赐 有这样的恩赐的时候就越来越属灵 其实不见得 属灵的恩赐 你如果有属灵的恩赐 可是不被圣灵来管教 这个不叫做成熟 那 所以呢 也不要把属灵恩赐跟基督徒的角色混在一块 不论成熟与否 都有属灵的恩赐 也都应该要有服侍的这个岗位 不要把恩赐投射 也就是说 假如我有这样的恩赐 我做起来 做某一件事情会容易 但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恩赐 所以我觉得说 他做不得 不因为我好 所以他就不属灵 那我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这个例子虽然很简单 可是呢 我们往往会误导 被自己的思维误导 譬如说 譬如说 我假设说我 我在诗歌的这个 带领诗歌上面很有恩赐 所以每次我带诗歌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比别人带得好 他就不如我 那好像这样很多事情就是说 我好像就比别人高一等 其实这个不对的 每一个属灵的恩赐不一样 我们在不同的事工的岗位上面 来服侍神 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他 特殊的神给他的恩赐跟岗位 不要这样子投射 做好朋友 别人恩赐不一样 其实果效不一样的 你不要这样来评两个人家 也不要用这样来断定别人属灵的光景 好不好 不要因为你的恩赐 感觉比别人优越 而且要注意到 恩赐没有爱是没有价值 恩赐没有爱 浮视出来就像保罗说 像明的罗 想的罢一样的 没有价值 那我们继续往下 我们看H这个字 H代表我们心跳 这里呢 我特别稍微提一下 所谓的心跳 不是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这个跳动 而是某一些的事情 会让你特别有触动 特别有感受 神给你每一个都有一个情绪上的心跳 而且呢你的所谓的情绪脉搏 在某些事情上面你好像特别情绪 会被激动起来 那一个事情如果激动你 特别比别的事情激动的话 可能神要你去注意这些事情 可能神把这个托付给你 把一些人他的需要 我特别有感受 可能这些就是你侍奉的人群 那所以呢 我的心决定了什么 我为什么会这样说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为什么会这样做 往往我们的心跟我们的 跟我们的思维 跟我们的做法有关系 那所以真言这边有一句话说 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 一生的果效就是一生在神面前 侍奉神侍奉人的这个方式 跟心有关 那所以呢 在等一下下一个测验 我们就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心跳 就是情绪脉搏 情绪脉搏衡量我们对人 或对事的反应跟激动的程度 情绪脉动呢 形容我们对某些事情的心跳加速 也就是说某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特别有感受 可是有些其他事情 不会让我有这种感受 你的心是神放在里面 你心中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指标 这个指标告诉你 神希望你在哪些世界上服侍祂 在对哪一些人你特别注意 所以你的渴望 你的动机 你的感觉 你的态度喜好 这都跟心有关系 那么什么事情让你哭泣 什么事情让你欢笑 什么事情让你发怒 什么事情让你很激动 想要去做些什么 你的心会不会跟神所关注的人和事 一起跳动 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想过 可是你很自然的 某些事情 你一发生在你周围 你就特别有感受 某一些人在你旁边 跟你一起有一些的沟通对话的时候 你就对那些人特别的关心 这是神告诉你的这些事或这些人 是神要你参与 那么问问看自己这样的问题 什么人他特别的需要触动你的同情跟怜悯 什么事情需要让你特别想参与和协助 哪一些的事是你心中的渴望 而且觉得说 这些事情你一直都放在心里面 想要完成它 这其实是跟你心跳有关的 根据这些的话 你可以看出来你心中的情绪的跳动 你希望服侍什么样的人 你希望怎么样回应不同的需要 你渴望为神在永恒的目标里面完成什么 神如果给你一个目标 是你一直在脑海里面会去赚的 你希望达到的 可以帮助你去认得 神在你身上有一个永恒的计划里面 可以帮助你去认识 那么我们就做这个心跳的测验 对人和对事两方面 其实这个测验呢 它一个是对人的 一个是对事 对人或对事的 这些列举出来的这些项目 你都在其中选三个 三个 那么这三个就是你自己觉得 我觉得对你来说是非常有感受的 对人和对事的两方面各选三样 所以不同的人不同的事 有的是根据他们的年龄 有的根据他们的情形 有的根据他们的需要 那对哪一些人你特别有感受 假如你觉得说我一次选不出来 那么你就先把可能的你都圈出来 然后再从你所圈出来里面 你最后勾选三样好吗 这样的话比较容易让你做这个测验 你觉得哪一些人你都觉得说 这些人很有可能很有可能 你就先圈 最后选出三个勾来 同样对事和对人都有 当你做完了以后呢 背面的空白的地方 你就写下这一些的资料好吗 当你做完以后 中英文的姓名姓别 然后包括电话电邮 假如你目前已经在小组 在团契或在教会中间 有参与不同的服饰 你就注明一下你服饰的部分 如果是没有就写没有 那么所属的团契 当然是在这里 同心团契 那么如果你是同心团契 又分了小组的话 你就稍微注明一下 同心的第几小组 如果你就圈选前面的完毕了以后 就把后面的那个空白的地方 就写下这些资料 背面有空白的纸 你可以来写 谢谢观看